這個爆料的截圖吧 李彤彤他真的想說誰 然後怎麼106筆的交通費 那每一筆2000元合計212萬元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50筆 然後就150萬 我覺得這個廣軍刻意的帶風向 這件事情我覺得要簽著 那我覺得那因為大家 當時就有人跟我想說 他是在什麼群組裡頭 柯文哲民眾黨全裸粉絲後援會 我告訴你很多客串的客粉 都會來這裡亂搞 那我覺得網路上面 還是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不可以這樣子去惡搞 我剛剛有給你那個截圖金接下來 我想有必要我就會去提搞 我覺得這個是網軍惡搞 我覺得整個時間點 不要去惡搞這種事情 那這個時間點是大家是覺得 是要搞台灣民眾黨 搞柯文哲要把它搞拆筆 不管是不是有一些網軍 或是有一些當內的人 我覺得這時候我們都應該要驚嚇醒來 如果要監督也要去監督別人 為什麼要監督自己人 也因為這件事情 我就請了當時的總幹事 還有去拜訪了會計師 那會計師是跟我說交通費有交通費 他說基本上大概就是車馬費 他有一定的申報的方式 那他認為這是合法合規 所以基本上我相信總幹事 我也相信專業的會計師 所以我就認為應該是 我們這樣子的申報是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會有人質疑說 要怎麼包那麼多 那要這麼講 其實我從立法院下來之後 我還是有兩三個助理 那當時是在黨部零薪水 所以他們隨著我來這邊選舉 是做一些文書的工作 跟聯絡的工作 那地方上面大家都知道 我去年七月到這裡來 是空降來這裡 說真的海鮮我一個都不認識 所以當時大概就是 過去民眾黨的 台中市黨部的主委郭達鴻 那他就自願來擔任我的總幹事 那我相信他 因為他一定是比我熟 所以他就把過去一些 2022的選舉的時候的一些志工 或者是一些黨工 那願意來幫忙的 就來幫忙 那大家都知道在海鮮事實上 就是這些黨工跟志工 都是從市區來的 所以在交通上面 他們要自備交通 那有時候就是每天 當然當時我們有請教過 會計師 那總幹事是說 他有跟會計師談 那就是當然是要 就是路實核報 就是他們有加油 或者是有車 但是有一些 後來就是因為覺得 這樣子很麻煩 所以大概就是去請教了 會計師 他認為是說 談好就好像你去上政論節目一次的車馬費三千塊這樣 所以他後來 我也相信會計師的這樣的一套說法 和主席的競選經費裡頭講 有時候自己候選人不是清楚那麼細節 但是也經過這件事情 我也跟總幹事跟會計師我們有坐下來談 所以最後會計師給我的施說 這樣子的申報沒有什麼問題 合法合規 所以顧問這十一筆 依照您剛剛講的意思是說 他們都是來幫忙的志工嗎 您申報這十一筆的交往 那個總幹事沒有把它定位為是助理 就類似地方上面 類似就打公仔這樣 因為之前網軍裡頭還說 其中有一個人 什麼又領了我的車馬費 又去領了什麼廖偉翔的車馬費 說真的這些人他們本來就是 會幫忙去發文宣 就來來去去 所以他有可能他來一段時間在我這邊 有時候他會覺得在市區會比較近 所以我到貝勒候選人那邊去